珍惜不虛的智者、觉者 临参圣地在佛佛四项城堡过程 这里展示了正水作为觉者的诞生 千百年来,众生对佛的崇敬 在经典传说,故事与凡事 赴予这位真实的学者许多 太子诞生,九龙冠狱,是其中之一 佛降旦时,尖地一片光明 鲜月悠扬,天古寺 百花净眼,万鸟齐铃 地面上,众出人闻池水 虚空中出现九龙,幻象香水 喜悦伴神秘 这种祥味一象,展现在众生眼前 使众生产生慈悲智慧的信仰 留下众生,留下众美极强的魂广 让众生理解,这种的觉者 不仅是他,更要去了解,体验 他为众生寻真理人,金山 他为众生寻真理人,金山 一个人的灰山 他的灰山 是让人的灰山 不仅是人的灰山 他为众生有危险 在中国的灰山 香港的灰山 2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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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